西有琉璃瓦,今有身边人 欢迎收听琉璃故事会 接了电话,我匆匆赶去会所 一推开门,就看见我哥面前已经堆满了各式各样的空瓶 十几万一瓶的格兰蒂 被他当成矿泉水对瓶口吹 败家玩意儿 我一把夺下那紧剩的一点 拍着我哥的被问他的兄弟们 我哥又发什么疯 和钟若宇分手了,借酒交仇呢 这名字,好像是我哥新交的女朋友 爱得死去活来的 每天要在家里提百遍 昨天还说要带他回来见爸妈 怎么转眼就分手了 接收到我充满疑问的目光 离我哥最近的那个告诉我 你哥被成招男翘抢脚了 周若宇跟他跑了 哦,成招男 北城城家最宝贝的小儿子 年纪轻轻就能独当一面了 跟我哥他们这几个只会啃老的公子哥 向来不对付 我看了我哥一眼,长得还行 跟成招男比就差远了 我要是周若宇,我也选成招男 但这是我亲哥呀,我可以欺负他,别人不行 成招男是吧,你惹了最不好惹的人了 我打听了成招男的行程 周五会去T大参加一个交流活动 顺带还会招聘一位总裁秘书 我在拼兮兮花了99块钱 买了一身JK制服 化身清纯女大学生直奔T大 成招男穿着浅色的西装 站在万众瞩目的会场里 如同一颗璀璨的星星 围观他讲座的女学生实在太多 我挤了半个小时 才挤到了后台他退场离开的地方 终于成招男讲完了 我挤出一个虚伪的笑容 热烈地鼓着掌冲到他面前 成,老师 您刚刚讲的实在是太好了 但是我有一个不懂的地方 可以请教您一下吗 成招男的视线 在我脸上停留了一瞬 又飞快地移开了 下次吧 我今天还有别的行程 他抬步就往外走 我在一众笑有艳羡的目光下 光做跟成招男很熟的样子 厚着脸皮跟了上去 求你的成老师 这个问题目前来说 只有您才能回答得出来 就耽误您一分钟 好不好 网上说了 撒娇的女人最好命 我贴得离成招男很近 生怕他看不清我这双人畜无害 水波荡漾的眼睛 成招男皱了下眉 抿紧嘴唇没说话 眼瞅着已经走到黑色的宾历前 他拉开车门 忽然往边上让出一条道来 上车说 我在心中噎了声 赶紧一屁股坐了上去 结果身后的成招男 抬手准备关门 看样子是想坐到副驾驶去 我又伸手挡住了车门 咬着唇 拢了下耳发 老师 您方便跟我坐一排吗 有些问题您坐前面 我不方便给您展示 可以吗 成招男最后还是妥协了 他坐上来的瞬间 我就靠了过去 用柔软的发丝 不经意地撩过他的下巴 成招男还想往右侧的车窗靠 但是已经挪不动了 他只能干咳一声 不自然地开口 同学 你可以问你的问题了 我愣了愣 盯着他红润极薄的嘴唇 脱口而出 成老师 您认为两性关系中 什么最重要 扑 前面开车的司机 好像差点笑出声 成招男的嘴角扯了扯 他双腿交叠 身体微微朝我这边 轻靠了轻了些 同学 这就是你所谓的 只有我能回答出来的问题吗 我鼓起勇气 伸手直接摸上他的大腿 对呀 成老师 听说你要招个私人秘书 您看我 合适吗 成招男没动 只是静静地望着我 司机默默地 升起了后座的隐私挡板 我和成招男 被隔绝在一个 安静私密的环境里 我大胆地将一条腿 跨上成招男的腿上 正准备坐到他身上去 成招男忽然一个反扑 将我摁倒 他用膝盖分开我的腿 两只手撑在我的脸颊两侧 你就是这么应聘职位的吗 姜姨 成招男看了眼我胸前的名牌 勾起一抹意味不明的笑容 我搂住他的后颈 邀约般地吻了上去 当车终于在一栋别墅门口停靠下来时 成招男火急火燎地将我打横抱起 边拆我身上的衣服 边往卧室走 两性关系里什么最重要 答案你等会儿就知道 我在成招男家里住了整整一个月 这一个月以来都是他把饭端来卧室一口一口喂给我吃的 因为我身心疲惫 哪里都去不了 这天吃过饭后 成招男拿了一套吊牌都还没拆的新裙子给我 今天晚上有空陪我去参加酒会吗 我只能起酸痛的胳膊笑得明媚 当然 实际内心已经开始阴暗咆哮了 可恶的成招男 等你爱上姐的那天 你就知道哭了 晚上成招男挽着我的胳膊 高调出席会场 似乎是特意为了我脖子的惨烈战况 这条裙子还是高领无袖受邀设计的真丝裙 他领着我一个一个人的介绍 我回着一个又一个的假笑 直到成招男领着我往一个熟悉的背影走去 我哥怎么也在 我哥转过头来看见了我 他看见我勾着成招男的胳膊时 脸上的笑容忽然僵住 我在他即将说话的前一秒 松开了成招男 快步走了过去 拧住他的肩头就往一边转 嘘 哥 你千万别暴露了我的身份 我哥满事不解 江十一 你在搞什么鬼名堂 别叫我的真名 现在我叫江怡 懂吗 我再执行一个复仇计划 你就别管了 总之 你不认识我 我叫江怡 说完 我就白白手跑了 趁成招男还在看手机回复消息的时候 跑了回去 老板 你在干嘛啊 我伸长脖子 疯狂地偷窥着成招男的手机屏幕 去哪了 成招男飞快地熄灭了手机 答非所问 但我已经看见了 他是在给一个备注叫若语的人发消息 狗男人 吃着锅里的 还想着锅外的 我又心疼了我的绿帽 隔个一秒 复仇的心更加热烈了 成招男又跟几个外国老板客套了几句 就带我离开了 本来说好 今天是让我走的 可他不知道 为什么把我带来了他公司的办公室 我死活都想不到 出门前 成招男给我戴的手镯 居然是有两个手镯组成的 而另一个需要按下开关 才会露出来的手镯 此时正在他的手腕上靠着 成招男抬了下右手 就轻而易举地把我拉进了他怀里 刚刚跟人聊得很开心啊 我这才意识到 他还是看见我跟我哥的对话了 聊什么都要欺人家嘴上了 成招男的手掌摸上了我后颈的扭扣 他一颗一颗解着 我明显感觉衣服有点挂不住了 可我面前是一扇落地窗 对面也是写字楼 我甚至还能看到里面人来人往的白领们 成招男 别 别在这里 我们去别的地方 好不好 我趴在落地窗上 给成招男解释了两个小时 他才相信 我是只是跟一个多年未见的 初中同学打个招呼 接下来的日子 我白天跟着成招男 去公司摸鱼 晚上就跟他回家 探讨学术知识 时间久了 公司里的其他员工 和家里的庸人司机 看到我都会点头示好 我忽然有点虚荣心作祟 这就是言情小说里 总裁夫人的感觉吗 我的脸有些滚烫 在意识到自己的心态 莫名有些转变后 我赶紧呸呸呸了三声 在心里默念 阿弥陀佛 我是来给我歌复仇的 我是来给我歌复仇的 空即是色 色即是空 平常 成招男是会搂着我一块睡觉的 接电话也不会避讳我 可今天 他特意起身出去接了电话 我留了个心眼 捏手捏脚地点着脚尖摸到门后 悄悄咪咪地偷听他讲话 他的声音很轻 从客厅外面飘回来 零零散散的话 我只听轻了一句 小女孩 玩玩而已 我心头一震 含得眼眶都酸了 我死死咬住舌头 把自己埋进被窝里 不让那股委屈劲爆发出来 打完电话 成招男钻回被窝里 像往常亮搂着我 我只觉得难过死了 四日大早 我买了最早一班 离开毕市的航班 亲爱的哥哥 当你看到这条短信的时候 我已经上飞机了 你的愁 等我赶日修的正果 再回来帮你报 再见 你亲爱的妹妹 给我哥发完这条消息后 我毅然决然地 拖着行李箱 走向登机口 可就在这时 一众机场工作人员 拿着对讲机 一个个如临大敌 他们疏散着游客 终止了所有即将起飞的飞机 快快快 上头来话了 今天的航班全部不让飞 听说找人呢 是吗 那这逃犯犯的事挺大呀 杀人了 我听得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赶紧准备找个人少的地方藏起来 就在这时 我没注意前面 咯噔一下 撞上一个坚硬的胸膛 抬头一看 成招男戴着墨镜 薄纯明紧 情绪不明 我撒腿想跑 却被他一把抱起 扛在肩上 众目睽睽之下抱走了 恍惚间 我听见有人 对着听讲机小声说 应该马上可以恢复正常了 我看见偷心大道 被抓走了 我被成招男 当众扛走的新闻上热搜 回到他家时 电视机正在播放一条 机场偷心大道 被捕的八卦新闻 我和成招男的背影 被拍得很清楚 想去哪 成招男冷笑了声 把我扔到沙发上 怎么 准备去问下一个人 两性关系什么 最重要了是吗 不可能的 宝贝 他扣住我的后脑勺 发疯地吻我 我被亲得天旋地转 连骂他的空隙都没有 不知过去了多久 我的手机铃声响了 ATM来电话啦 ATM来电话啦 是我给我哥的 专属铃声 成招男用手指 堵住我的嘴 按下了接听键 我亲爱的妹妹 你还活着吗 怎么不说话 喂 江石屹 你干嘛呢 你别吓哥哥呀 说话呀 江石屹 我只觉得血压飙升 这马甲掉了 以后成招男 还能放过我们兄妹俩啊 成招男 唇角微钩 满目笑意的眼睛里 倒映着我枯花的脸 他哑着嗓子温柔地哄我 乖 再来一次就放过你 我不受控制地哭出了声 你不是说跟我只是玩玩吗 我不要了 呜呜 你放我走 成招男脸色一沉 动作陡然加重 恍惚中 我听见他带着喘息的低语 你走不了了 江石屹 四日清早 我是被满屋飘香的 早餐喂又醒的 成招男吃了个小桌 放在床上 虾仁粥 烧买 热豆浆 肠粉 看得我不自觉地 咽了下口水 你做的 嗯 我拿着汤匙 喝了一口粥 忍不住扬了扬嘴角 哇 成招男 没想到还有这种手艺 成招男心虚地摸了摸鼻子 摸棱两可地认下了这份功德 后来我才知道 成招男为了亲手烹制这份早餐 差点把厨房给点着了 还好终点工阿姨来得早 不然一会儿消防队就要来了 所以这份早餐 其实是成招男大清早 开车出门买回来的 然后悄悄咪咪扔掉外包装 假装是他自己做的 我喝着粥 成招男在一旁看着财经报纸 在我刚准备吞咽一大口肠粉的时候 他冷不丁地来了句 江十一 谁说我跟你只是玩玩的 昨夜里燥热的画面猛然在脑子里回溯 我两颊发烫 小声嘟囔 死渣男说的 成招男放下报纸 大步迈到我面前 捧住我的脸就狠狠亲了一口 说清楚 我别过脸 没好气地推开了他 麻溜地穿上拖鞋就想走 那天晚上 你出去接电话 自己亲口说的 小女孩吗 玩玩而已 成招男追了上来 用力将我摁进怀里 那不是说的你 他叹了口气 嗓音一如既往的散漫 是我表姐的女儿 他整天不务正业 没是脑子里尽是些稀奇古怪的想法 那天是表姐夫打来的电话 让我劝着点 我说小女孩吗 玩玩而已 谁知道被你这个小醋弹的听了去 这都多久的事了 可给咱们小裤包委屈坏了 丑丑 给自己腰都瘦了 我赶紧一巴掌拍掉了成招男 在我腰身游走的手掌 严厉制止了他 想要继续探进去的动作 成招男叹了口气 拿着我的手扇他自己的脸 宝贝别生气了 我任你处置 你想怎么罚我都行 明明是认错的话 我却觉得这狗男人另有所指 我低头认真在手机上 搜索如何惩罚做错事的男朋友 全然没有注意到 成招男已经关上了智能窗帘 暧昧的氛围灯 伴随着舒缓的音乐响起 成招男仰躺在沙发上 衣领半场 他半眯着毛子 扯下自己的领带扔给我 宝贝 罚我 最后是成招男的助理救了我 要不是他连续打了十通电话 让成招男处理公司的急事 恐怕这会儿我已经晕厥过去了 我满脸怨念的 瞪着正在开视频会议的成招男 他满面春风 心情极好 不管对面的人给他汇报什么 他都敷衍地回复 嗯 好 做得不错 没什么事 我先挂了 聊草结束会议的成招男还想做妖 我整个人缩回被子里藏起来 只露出一双忧怨的眼睛 成招男 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什么日子 成招男翻开日历看了眼 疑惑地皱了皱眉头 今天就是很寻常的一天啊 我嗡声嗡气的声音从被子里传出 什么日子不重要 关键是 成招男 我有理由怀疑 你根本不是真的喜欢我 书上说 一个男人喜欢一个女人 就会情不自禁地对他好 送他礼物 但是你从来都没送过我东西 每次见面 你都是 我盯了眼床铺 怨气满满 你说 你是不是只喜欢我的身体 成招男听到后面 眼睛都瞪大了 一副很震惊 但是又很想笑的表情 不是某些人先对我动手动脚的吗 唉 我当初就应该拍下来 他第一次见我那天 到底干了些 不等他说完 我一个枕头扔了过去 见我变了脸色 成招男立马认怂 从自己的皮包里 摸出一张黑卡扔给我 错了宝贝 走 咱们购物去 今天不买 购一百万不准回来 出门前 我没想到 今天天气居然这么热 刚踏进太古里没走几步 额头上就一出了汗 我果断进了一家奢侈品店 准备买套下装换上 贵姐看见我一身毛绒居家服 连个包都没背 那白眼都快翻到天上去了 敷衍地对我说了句欢迎光临 就找来另一个 腼腆心人贵姐来接待我 自己却满脸讨好的 走向我身后的成招男 他看成招男的眼神 就像投饿了十多天的豺狼 看到了一只肥的流油的老母猪 我无所谓地坐在了沙发上 抬手指了二十多件单品 这些都给我包起来 看跌下菜的那位贵姐一听 连忙走了回来跟我陪笑 女士稍等 您先坐一下 我马上给您算下价格 对了女士 请问您怎么称呼 她转头又命令起新人贵姐 快去给我们大客户 到杯果汁来 我知道 她这是想把人支开 自己赚了这笔订单 我反手说了句不用 只明道姓要新人贵姐服务我 她面色铁青 只能尴尬地笑了下 善善地凑回到成招男身边问 先生 请问您需要什么 不好意思 我没钱 成招男弯了弯唇 藏在墨镜之下的眼睛 向我投来一瞥 她包养我的 她给我买什么我就要什么 愉快地购物结束后 成招男去给我买奶茶 留我自己在车上 清点自己的战利品 忽然 我在一堆杂物里 注意到了一个黑色丝绒盒子 打开一看 是一条璀璨夺目 设计非常独特的钻石项链 架签上整整的六个铃 让我着实愣了一下 应该是成招男 刚才趁我试衣服的时候 偷偷买下来的 再过几天就是情人节了 我想起成招男曾经问过我 女生最希望在情人节 收到的礼物是什么 那时我随口一答 钻石项链 黄金手镯 珠宝类的吧 主要是衣服什么的 容易买到对方不喜欢的 所以 这是准备送给我的惊喜吗 我稍稍激动了一下 看到车窗外成招男回来的身影 赶紧把项链放回袋子里 装作无事发生的样子 乖巧地坐直了身体 由于买的实在太多 回到家后 我哥甚至惊呼 妹呀 你这不会都是林园 够回来的吧 警察呢 现在是不是在咱们家门口啊 我白了他一眼 让他帮我把东西都奋俭收纳好 接下来的几天 我都对成招男格外热情 以至于他调侃我说 宝宝 你是不是被人夺赦了 你连着两天没骂我了 我怪不适应的 我咬了咬牙 想到那条上百万的项链忍了 可直到情人节当天 晚上九点 成招男都没有把项链送给我 甚至 他还发来消息说 今天晚上有事 不能陪我吃饭了 我不是无理取闹的人 明白他公司事情繁琐 也没生气 只是 当我百无聊赖地刷着短视频 无意间却发现 那条上百万的项链 居然出现在周若宇的脖子上 这是一条娱乐圈八卦视频 标题是 新人十八线女演员 公开挑衅影后 视频被做了消音处理 但仍能看出 周若宇和影后争执的面红耳赤的样子 评论区不少眼尖的吃瓜群众回复 我靠 你们看见周若宇脖子上那条项链了吗 这是某某家2024年新出的限定款 那可是这儿八斤的纯钻石 这一条价值就几百万呢 这周若宇什么背景啊 富二代 我看拍戏挣钱是假的 他就是来娱乐圈爽的 呜呜老天爷 世界上多我一有钱人怎么了 你们快看我主页 我拍到城市掌权人 来接周若宇回家了 我平住呼吸 点进那人的主页一看 感觉浑身的血液都凝固了 尽管视频很模糊 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 成招男的身影 他严厉地呵斥那些 想追上来采访的记者 当众阴扬了一句影后 拉着周若宇霸气离开 周若宇要弯腰坐进车里 他还小心翼翼地 用掌心护在周若宇的头顶 生怕他不小心撞到车顶 心脏莫名开始撕裂地疼 我不懂自己在待在这儿的意义是什么 我擦了把眼泪 生气地收拾东西 想要离开 当我拖着行李箱打开门 准备一走了之时 却迎面碰上匆匆赶回来的成招男 他喘着气 好像是跑回来的一样 你去哪 成招男敏锐地发觉了我的不对劲 伸手就要接过我的行李箱 我仰起头 想将不争气的眼泪都憋回去 不关你的事 我们结束了 成招男 从今以后 我走我的独木桥 你走你的阳关道 是不是今天晚上 没陪你吃饭生气了 我知道 所以忙完我就赶紧赶回来了呀 成招男想抱我 我一把打掉他的手 抬手甚至还想给他一耳光 别碰我 我跟你没关系了 分手 将十亿 分手这两个字是你随口就能说着完的 成招男皱了皱眉 用力牵住我的手腕 所以 分手的理由是什么 我奋力挣脱他的手 面无表情 看上别人了 对你没兴趣了 啊 这么快 成招男舔了下唇 双手插腰 俨然一副气炸了的样子 我耸了耸肩 是啊 当初跟你不也是 成招男面色紧绷 他盯着我一动不动 我添油加醋地继续戳他的心窝 不对 他没你快 所以我现在非常迷恋他 行了 快让开 我要去找他了 我拉着行李箱想走 却被成招男猛然拉进了怀里 一个粗鲁疯狂地吻亲了上来 成招男紧紧地搂住我 拖着我的腰 将我打横抱起 就往屋子里走 你给他打电话吧 说你去不了了 前男又不让走 成招男轻而易举地 就能捕捉到我最脆弱的地方 我的抗拒瞬间支离破碎 化作一滩柔软 淋浴间里的水汽阴晕 花洒里的水将成招男的头发浸湿 他搂着我的腰 断断续续地问 所以能不能不分手 江十一 我想和你结婚 我不想这么不明不白的就算了 别跟我提分手好不好 我好难受 成招男那沙哑的 带着浓烈欲望的嗓音 让我的意识开始混沌 我两手撑着浴室的玻璃 停止了所有思考 事后 我冷着脸阴阳怪气地老老实实地对成招男说 你找周若宇就不难受了 还拦着我不让走干嘛 成招男瞬间瞪大眼睛 震惊地直接站了起来 宝贝 你说什么呢 周若宇是我侄女啊 亲侄女啊 成招男把这段狗血误会 从头到尾梳理了一次 原来 他从小是被他表姐带大的 他表姐大他十五岁 虽然年纪差得多 但是表姐从来没嫌成招男是个累赘 长大后的成招男 一直将这份恩情记在心里 他表姐生周若宇的时候 难产大出血 费了半条命才得了这么一个宝贝女儿 成招男爱屋及乌 也对周若宇格外呵护 至于为什么要那么小心地护着他的头 成招男看着短视频里 他给周若宇挡头的照片 抿了抿唇 难以启齿地开口 因为他小时候经常撞到头 有一次撞得力气太大 当场晕过去了 差点给我姐吓死 所以每次他上车前 我们都提心吊胆的 还有 那条项链本来是帮我姐夫买的 他给的钱 谁知道我姐夫送给我姐后 被我姐转头送给了周若宇 我一时雨色 耳垂红地能滴血 至于给你的礼物 我早就另有准备 成招男拉着我的手 拎着我来到别墅后面的院子里 这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了花海 上万朵鲜花盛开 引火纷飞 成招男不知给谁发去了一条短信 漆黑的夜幕 骤然出现了几十架无人机 随着花瓣从空中缓缓飘落 无人机排列成型 将一个横幅书展开 江十亿 你愿意嫁给我吗 就在这时 我的手机消息疯狂提示 是我哥发来的消息 我靠 妹呀 你给成招男灌什么迷魂汤了 玩这么大呀 你完蛋了 你这不嫁给他 很难收场啊 妹 你为什么不回我消息 你不会真的爱上成招男了吧 呜呜呜 我的命好苦啊 先被成招男绿了不说 现在连妹妹都被成招男挖走了 有没有人懂我呀 消息最下面 还附带了一条短视频 只见A是最高的那栋建筑顶端 粉色的烟花绽放 LED大屏幕上 循环播放着一条 成招男亲自读的语音条 江十亿 你愿意嫁给我吗 眼前 成招男搂住我的腰 缓慢地将一只略微有些大的钻戒 套进我左手的无名直里 他低头附上我的唇 将我接下来的声音全部吞碎 成招男重新买了一座庄园 打算当作我们未来的新房 他将婚期定在了下个月 然后开始筹办邀请嘉宾的事 我忽然想起 成招男跟我哥 好像还有一点点误会 关于钟若宇的事情 成招男已经给我解释过了 我也和他坦白 我一开始接近他 是为了给我哥爆夺七只仇的事情 可是 我应该怎么跟我哥解释 周若宇是受不了 他晚上睡觉磨牙打呼噜 毅然决定跟他分手的 甚至为了不想和我哥复合 他还找了成招男这个舅舅 当挡箭牌 思爱想去 我决定还是过段时间 在跟我哥说 车到山前必有路嘛 为了搬去新庄园 我开始收拾房间 大包小包的收拾完 只剩下成招男的书房还没收拾 我怕搞丢成招男的重要文件 本来是打算让他自己收拾的 但他软磨硬泡求我帮他 我也只能将他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文件 放在一个纸箱子里 全部打包带走 就在收拾他桌面书家的时候 一张小卡片掉了出来 我看了一眼 是求婚戒指的保卡 正准备收起来 我却忽然觉得 有哪里不对 在定金 仔细瞧了一次 2023年12月3日买的戒指 可是我2024年1月才回的A市 23年12月 我根本就还不认识成招男 我忽然想起那天晚上 那只尺寸不合的戒指 那时 我还天真的以为只是成招男 为了给我惊喜 没有事先量过尺寸 然而事实却是 那戒指是别人不要的 我没有任何犹豫 拉黑了成招男所有联系方式 狼狈地逃回了家 一进门就崩溃大哭 还好爸爸妈妈出去度蜜月不在家 没看见我的惨状 我哥吃着瓜子 慢悠悠地走到我面前 怎么了妹 不会是成招男被别人撬走了吧 我红着眼瞪了他一眼 给我钱 我要去环游世界 十年不回来了 我哥扎了扎舌 苦恼地叹了口气 妹呀 不管你遇到什么问题 哥都愿意帮你 但现在哥真的是一毛钱都没有 你知道的 成招男一直针对我 我现在压力好大 钱都拿去给公司周转了 我吸了吸鼻子 决定拿着自己这些年留学省吃俭用的私房钱 自己走 这次不坐飞机了 自己开车 自驾游 每到一个地方就谈一个新的 我开着我哥的车准备离开 我哥淡定地目送我 妹一路顺风 千万别闯红灯 哥今年刚开年 就扣了六分 只剩六分了 以你的技术 我感觉我俩加一起 都不够扣的 他的态度成功引起了我的怀疑 我狐疑地盯着我哥的脸 哥 你没卖我吧 我哥刻瓜子的手一顿 没有啊 哥怎么可能出卖你呢 他听懂我的意思了 那就是出卖了我 我赶紧汽车而逃 打着车 又转了地铁 坐了公交 来到了偏远的郊区 我打开手机 想看看现在成招男有没有发出闹上新闻的动静 事实证明是有的 他和我哥达成生意合作的新闻上热搜 有营销号分析 成招男是在跟我哥做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才将成北那块地皮以远远地域市场价的价格 送给了我哥 而我哥确实没骗我 他是把所有的钱拿去开发地产了 一点不剩 我蹲在郊区的公交车站 孤苦伶仃 委屈的泪水不停地往下掉 旁边不知哪来的好心人 递给了我一张纸 我醒了下鼻涕 忽然觉得脑袋晕晕的 四肢乏力 失去意识的前一秒 我才看清这个好心人 戴着黑色口罩和鸭舌帽 一看就不是什么好鸟 完了 这只有毒 再睁眼 我发现自己被五花大绑地 困在了一辆面包车上 车上坐着三个男的 主驾驶一个 副驾驶一个 还有一个在后座监管我的人 就是刚刚给我递指的那个好心人 他掏出手机对我说 放心只要你听话 我们是不会伤害你的 你给他打电话 让他交两千万赎金 我们就放了你 两千万也不多吧 他前几天给你举行的那场求婚仪式我们看了 这至少也得花个几百万 还有那座庄园 起码只几个亿 我又气又笑 那你们想错了 他送我的戒指都是二手的 能花几千万数我 几个人贩子面面相去 似乎是在怀疑我说的话的真实性 他们开始小声商量 我没心情去听 因为开车的那位车技实在是太烂了 左摇右晃的 颠簸的我想吐 一个没忍住 我就开始恶心 哦 还好位是空的 什么也没吐出来 坐在我旁边的人贩子 吓了一大跳 生怕我吐到他身上 他微微皱起眉头 看了眼我的肚子 你不会怀孕了吧 那小说跟电视剧里都这么演 女主一想吐准是怀孕了 我扯了扯嘴角 刚想反驳他两句 结果这人打开自己的皮箱 哗啦啦的倒出一堆验运棒来 测 你现在测一下 我瞪大眼睛 你们干什么的呀 这么多验运棒 开车的人贩子 似乎是被戳中了伤心事 猛的踩了一下刹车 我们兄弟三个 本来是开公司卖验运棒的 结果成招男觉得 我们的产品没搞头 死活不给投资 现在我们的公司要破产了 走投无路才绑了你 你要怪就怪成招男吧 别废话了 快验 我忍不住疯狂大叫 你们有病啊 这是车上 怎么验啊 撕票吧 撕票吧 别烦我了 我们四个一起死 我都带别人不要的戒指了 我的心早就死了 我要睡觉了 要杀药刮你们随便 我闭上眼睛装死 三个人贩子突然沉没了 副驾驶的人贩子 抓住我的手臂 嘴角围钩 事已至此 我只能展现出真正的技术了 三分钟后 他对着另外两个兄弟 喜悦的大喊 老大 三弟 他这是喜悦呀 坐我旁边的人贩子老三 催了他一口 又不是你的 你激动个屁 打电话给成招男 要四千万 人贩子老二不解地问 不是两千万吗 怎么涨价了 开车的老大抽出空来 给了他一个大鼻擦 你两笔呀 这肚子里不是还有个 一个两千万 两个就是四千万 他们打给成招男的电话 几乎是瞬间就被接通了 成招男的嗓音清冷 但难言语气里的交集 我老婆在哪 人贩子老大 激动开麦 在我旁边 我们没动他 你赶紧转我们四千万 不然我就让你 立马失去老婆孩子 什么孩子 成招男的音量 都高了几分 我气得挣脱 人贩子老三的束缚 扯着嗓子呐喊 成招男 我把你绿了 我肚子里的孩子 是别人的 几个人贩子 惊了 他们赶紧捂住我的嘴 用眼神 祈求我别说了 成招男 还是给他们 转了四千万 只可惜 王宁三兄弟 刚拿到钱 还没捂热 就被警方 逮住了 他们认为 这一切都是我 配合成招男的 老三被扣上 手铐带走时 还骂骂咧咧地说 我就说 这两口子 吵架是假的 妈的话说挺狠 结果这才 一会儿就和好了 亏我还觉得 这女人戴了 别人不要的戒指 有一点一点可怜 假的 都是假的 老二 哭丧着脸 不是 你们不觉得 姓程的那个 是大冤种吗 这女的都怀 别人的孩子了 她还依然 给我们打钱 我良心都有点痛了 老大被羁压着 还抽出一条腿 来踹老二 你现在知道 我们公司 为什么会破产了 就是因为 我把销售板块 交给你负责了 我裹着成招男的大衣 默默地看着 人贩子三兄弟 落网收尾后续 成招男 眼圈一片乌青 眼睛里全是红血丝 她凑到我跟前 半蹲下来 小心翼翼地问我 祖宗 求你了 你别跑了 我真的快吓死了 又是什么事 你说 哦 等等 我刚刚听到 那个人贩子说了 戒指是吗 那是我专门 买来向你求婚的 你为什么会觉得 那是别人不要的 我咬牙切齿地 瞪着她 你少搅辩了成招男 我看见那个戒指的保卡了 是在我认识你之前就买了的 成招男听到这 居然松了口气 他捧起我的手 用自己的脸 蹭了蹭我的掌心 可是我们很多很多年前就认识了 你不记得了吧 江十一 我七岁那年就认识了你 那会儿你好像只有三岁 你走错 闯进了男厕所里 还反过来指着我问 你为什么站着尿尿 真没素质 成招男学着小孩 奶声奶气的腔调 模仿小时候的我说话 我脑袋里一片空白 怀疑地盯着他 成招男叹了口气 不信你可以回家问你哥 那天他带你来公园里玩的 其实我很想说一句 我现在连我哥也不相信 毕竟你俩现在穿一条裤子 但我还是没打断成招男的话 他又接着说了下去 我表姐跟你爸妈是生意上的伙伴 你小时候的故事 你爸妈经常给我表姐讲 然后我表姐又会讲给我听 在你去留学之前 我就喜欢你了 可那会儿我也年轻 不知道怎么追女孩 本来想等一等 结果这一等就是好几年 在听闻你哥说你要回来的消息后 我脑袋一热 就去买了个戒指 心想着 这辈子只追你一个 要是追不到就守寡了 结果没想到 你先找上我了 江十一 你以为我是很随便的人吗 要不是你 我怎么可能会让别人上我的车 还跟我一起探究人体学问 还有 你是不是根本没注意过戒指的那圈 由你的名字缩写 至于尺寸为什么不符合 我认为 可能是我们运动过度 导致你瘦了 我伸手捂住了成招男的嘴 狗男人一言不合就想开黄车 我和成招男的婚期顺利如期举行 我哥对此的评价是 还好我聪明 果然网上说得对 两口子吵架不能劝分 鬼知道他们背地里什么时候又和好 所以啊 做人永远不要插手别人的感情问题 我悠悠地冷笑了声 哥 听说你睡觉磨牙打呼噜啊 我哥脸色一白 绷直的身体 紧张兮兮地问我 妹呀 你听谁说的 不是 你告诉我 是不是若宇说的 妹 你说话呀 你觉得这个问题大吗 你能拜托成招男帮我问问若宇 我跟他还有复合的机会吗 我摊了摊手 做人永远不要插手别人的感情问题 又过了几个月 我平安生下了一个女儿 小明彤彤 成招男高兴地给全公司员工加薪升职 不光如此 他承包了所有带娃的工作 换尿布 充奶粉 都是他亲力亲为 在我哥追欺火葬场的这段时间 彤彤飞快成长 眨眼就三岁了 他古灵精怪的性格 不知道随了谁 整天问些乱七八糟的问题 为什么若宇堂姐整天都说男人的嘴 骗人的鬼 爸爸 你也是鬼吗 我想起来了 爸爸 妈妈整天说你是色鬼 看来若宇堂姐说的对 一个平静的午后 正在小气的彤彤 忽然醒了过来 泪眼朦胧地趴在我怀里哭 妈妈 彤彤又做噩梦了 彤彤梦到自己 还在妈妈肚子里时 有根棍子不停地戳彤彤的头 好吓人 爸爸 妈妈为什么脸红啊 是生病了吗 某天夜里 我和成昭男又在钻研人类生物学术问题 关键时刻 本该睡着的彤彤 疯狂敲响了我们的卧室门 爸爸妈妈 你们在干什么 我就知道 你们每天晚上都趁我睡着了 在吃好吃的 什么不要了 什么吃不下了 彤彤要吃 彤彤要吃